中国大陆浙江粤青市蒲奇镇寨桥村村长钱云慧的惨死 在年末的中国大地掀起巨大风波 引发举国关注并且越演越烈 有舆论认为 钱云慧事件反映了民众对知情权和社会公正的强烈追求 并认为这起事件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爆炸的临界点 2011年新年第一天 是大陆浙江维权村长钱云慧死后的头期 附近民众携带花圈举行游行悼念活动 当地政府出动特警封堵悼念场地 全副武装的头戴钢盔的特警 挥舞着警棍驱赶殴打抗议堵路的民众 目击者表示现场有近万人十多人被抓 一个村长的死 为什么会让官民冲突如此激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案件 据大陆媒体报道 去年12月25号上午 钱云慧在村口被一辆工程车碾断脖子 当场死亡 据当地多名目击者说 钱云慧是被几个人强行塞入车下压死的 而警方29号公布 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 对于这次车祸很多细节问题 官方并没有解释 车祸有制造之嫌 疑点重重 官方的结论成了事件升级的催化剂 引发了大陆全国网民的围观 相对于网民对这起惨案表现出来的悲痛和愤怒 大陆媒体追击报道也居于强硬 纷纷发文要求真相 并且很多信息与官方定论相反 随着知情者不断补充死者的背景故事 这宗扑朔迷离的命案也很快扩充成为 含有强制拆迁 补偿布公 请愿上访 被捕坐牢 打击报复等元素在内的千古奇缘 成为了浓缩和聚焦当代中国各类社会矛盾的热门话题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指出 钱运会案件代表中国民众对当局的极度不信任 报导还认为 这个案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对案件本身真相的追寻了 而扩展到了民众对知情权和社会公正的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案件引发的争论和社会反响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舆论变化趋势 以及今后走向的某种风向标 大陆作家陈行之认为 钱运会事件说明中国进入了社会爆炸的临界点 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没有退路了 接下来事情会怎样发展呢 陈行之分析 有两种可能 第一 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不让步 相互以暴制暴 社会骤然爆炸 第二 掠夺者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逼迫被掠夺者屈服 在红歌的歌声中 制造严密操控社会的状态 钱运会死亡的真相 目前仍然在迷雾之中 不过 博客携手欢乐九州认为 钱运会这个名字 必将影响中国社会 因为公民权利与土地承包权 始终牵动着人民的心 新台人记者李静 葛雷综合报道 在第二条 总监 一条 领